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2回 没过多久 韩丽口中一阵晦涩的咒语声传出 五只同缓诡异的从手上凭空不见了 但下一刻却出现在了韩丽四肢和博颈处 并猛然的光芒大放了一收缩 韩丽一个站立不稳直挺挺的如同木头一样的倒了下去 幸亏呀他心里早有了准备 一个神念急忙传了过去 同缓马上松开了 韩丽重新站稳之后 摸了摸刚才被勒得有些难受的脖颈 眼中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兴奋之色 这件古宝用来偷袭暗算他人 实在是防不胜防啊 即使他这样强大的神识 在同缓将其困住的刹那间 才刚刚察觉到了异样 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反应 韩丽相信 即使杰丹后期 甚至圆英七的修士没有提防的话 都大有可能被他偷袭成功 当然了 这五只同缓能困住对方多久 那可就不好说了 即使这样此物的神通也远出他原先的预料 让他心里暗暗惊喜起来 韩丽心满意足的将这铜环收进除袋中 又取出了那件暗红的披风来 他想啊 接着来做这件古宝的测试 韩丽直接将他穿在了身上 然后往上面注入了一些法力 血色的光芒大盛啊 一股火热的感觉出现在韩丽身上 同时 灵力不由自主的往披风之内狂泻而去 韩丽大吃了一惊 急忙将法力隔断 披风上的光滑又暗淡的下去 恢复的正常 韩丽一漏 将身上的披风取下 重新翻看了一番 双眉紧锁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再次披上瓷宝 并小心的将灵力缓缓注入进去 同样的 法力是狂勇再次出现 可是心里有了准备的韩丽 自然不会惊慌 反而眯起了双目 仔细打亮起身上披风的翼状 此刻的披风 外层使数十根羽毛同时幻化出根根的血色长绫 整件披风都被一团浓浓的血光照在其中 只凝望了一会儿 韩丽就双手一挥的徐徐飘复而起 目光左右打亮了一下之后 人一下子从空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可下一刻轰的一声闷响传来 右侧石墙上的一团血光爆裂开来 接着 哈利的身形从倒飞了出去 跌跌撞撞的晃了几下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脸上满是震惊之色呀 他刚才根本没有使出全力 只是用最普通的腾飞之术动了一下而已 可是竟然挪一般的一下子就撞到了墙壁之上 这可让韩丽是骇人至极呀 他有一些难以置信的又试了几种不同的顿术 结果无一例外的一闪之后 都被墙壁撞得是头晕脑胀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身形的前进 仿佛一披上瓷宝之后 他就只有这一种惊人的速度 根本无法放慢分毫 韩丽满脸诧异的站在原地不语 这披风实在是太过妖异了 光以速度而言 还得绝对是一件保命的顶级古宝 韩丽相信 以这种速度而言 即使是元英奇的修士追来 他也能凭借此宝逃逆一段时间 令对方一直无法追上 可这披风的缺陷同样的不小 不说使用它灵力消耗之大 令人瞠目结舌 就是那种如拖枪野马一样的失控特性 也令韩丽是疑惑不已 虽然此披风是一件残刺的顶级法宝 否则也不可能在外界出现 但不管怎么说 此物貌似在亡命而逃的时候 倒也大有用处 韩丽心里复杂的将披风收了起来 低头苦笑了几声 就盘膝坐在地上 闭目炼气 短短一会儿的时间 他的法力就被此古宝消耗了不少 他可不会就这样走出时事的 韩丽这一休息啊 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觉得将那消耗的法力补充得差不多的时候 韩丽睁开了双眼 望了望那方形通道 肃然站立了起来 他摸了摸手腕上的婆罗珠手链 又将大眼觉在体内流转开来 才缓缓地走进了通道 这一走进去 韩丽才发现 这个方形通道 够短的呀 在走过一个直角之后 就来到了通道外 眼前一亮 竟然出现了一个露天的长廊 此长廊由华美至极 精致至极 但是一眼望去 连年不绝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 而长廊外面 则是白云飘飘 仙阴阵阵 隐隐望去呢 还有穷台楼阁的踪影 宛如是天上仙境一般呢 看到这一幕 韩丽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毫不迟疑地大步走上了长廊 刚一踏上此处 韩丽一提身上的法力 果然像别人说的那样 此官同样无法使用飞行之术 只能一步一步的徒步而行 韩丽没有注意此事 反倒是深望了走廊外一眼 那鸟鸟的仙音 自他进入走廊后 仿佛是更清晰了一些 韩丽面无表情的 凝神听了一会儿所谓的仙音 不大一会儿 一丝鸡色不禁浮现在脸上 然后的嘖嘖了两声 两手一背 就慢慢向前走去 韩丽走得 不带丝毫火气 仿佛在自家花园内 是悠哉悠哉的散步一样 但走廊外面的仙音 却越发清晰起来 更加的优美悦耳 让人闻之是流连止步 同时外面的白云中 也开始出现一些 体型优美至极的白鹤 它们是闻音阳景 翩翩起舞 让人忍不住师母注意 韩丽只是微微斜撇了一眼 就不再理会的走自己的路 可是随着韩丽在走廊上渐渐远去 天外仙音越发的响亮起来 原本起舞的白鹤 也飞到了走廊两侧 跟着展翅长鸣 片刻之后 一阵仙乐声中 所有的仙鹤忽然一阵扭动中 化为了身穿各色宫装的少女 这些女子 每一个都只有十六七岁的模样 但是 个个美貌异常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扭动着那柔弱无骨的纤细腰肢 冲着韩丽轻笑着 她们的名眸中 全是韩情默默的神色 仿佛 韩丽呀 就是她们爱慕至极的情郎 而这个时候 乐声为之一变 开始缠绵柔和起来 充满了花前月下的欢脸之感 让人深埋心底的 情意不知不觉的涌上心头 韩丽听了 也是神色一动啊 但随即 心如铁石的 不理会两侧少女们的柔声细语 面无表情 走出了数十丈之后 韩丽耳边的声音 漠然再变 响起了哀思悲怨的声调 少女们的眼神随之变化 停止了腰肢的舞动 一个个面线悲涩的 化为了无尽的忧怨 伤心至极的注视着韩丽 仿佛韩丽在这一瞬间 又成了那让人心碎的复心之人 让人忘了不觉大声心痛恋爱之一 有点意思 韩丽笑了起来 经大感兴趣的边走边欣赏起来 少女们的哀怨表情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韩丽很清楚 既然极妙幻境被排列在了鬼物和冰火道之后 当然不可能就只有这些小伎俩 肯定还有其他的手段 果然 一天这样都没有让韩丽停留片刻 仙音开始传出一些让人心跳的婉转吟迷之声 同时外面的少女也霞光一闪 瞬间长大了七八岁 变成了一个个艳美丰满的绝美少妇 这些绝代佳人啊 个个满面红玉 双目似火 不停地做出一些挑逗的动作 并一步一步地退去了身上的青纱公装 露出了赤裸白皙的妙体 一句句风乳肥臀 充满了让男人发狂的诱惑呀 而他们痛红小嘴发出的交喘声音之声 让那天外魔音更让人难以抵挡 不时挑起男人心底的暗藏情谊 韩丽愣了愣 但大眼觉在脑中微一流过之后 马上神色如常了 就是真人专门施展狐媚之术 冲他而来 他尚不在意 这等粗略的幻境 自然不被他放到眼中 走廊两侧的燕美少傅的动作 这个时候开始更加的放肆 有的手按风胸 冲韩丽是频频的飞着媚眼 有的则是扭腰扭动 抚摸全身 还有的竟两两搂抱在一起 当众开始假奉虚黄 韩丽看得眼花缭乱 有些瑟瑟称奇 但因为有大眼觉 护住了心神 倒也只当作一番难得的艳遇 好好欣赏了一番 接下来 少傅们容颜再变 开始变换各种类型的美女 有端庄大方的贵妇 热情似火的荡妇 清纯可人的少女 冷艳傲双的真妇 各个风情各异 气质多端 宛若世俗间的所有绝代家人 都被一一在外面给展示了一番 韩丽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但眼神所到之处 冰凉无比 没有丝毫动心之意 经过一个时辰的漫步 韩丽呢 终于在大饱了一番眼福之后 走到了走廊的尽头 前面出现了一座平顶的黑色殿堂 从大门到殿墙 全都由一块块黑色砖墙砌成 从那高达十余丈的大厂执门望去 里面黑乎乎的一点光亮都没有 给人一种诡异至极的感觉 就在韩丽看到那黑色大殿的同时 走廊外面的银迷之音 和那些风情万种的艳女 漠然消失了 外面仍是那广大无垠的白云朵朵 一切都恢复到了 刚进入走廊出的模样 韩丽没有什么意外之色 反而望着那黑色大殿露出了一丝凝重 脚步不觉得放缓了下来 尚未靠近黑殿 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息 迎面扑来 韩丽照了一下眉 重新凝望了两眼 这才发现啊 这个宫殿并非完全无黑之色 而是一种黑中渗红的诡异颜色 仿佛整座大殿都使用热血胶盖而凝固成黑色一样 充满了邪恶的气息 韩丽双手抱肩 站在大殿的门前 低头沉淹了起来 虽然他未曾找人了解过 极妙幻境内的具体情况 但是看着这个殿的样子 也可以知道 里面肯定是讨厌人的恐惧害怕之类的负面情绪 这一点对他来说 可是无法像刚才那般从容了 畢竟心境上有和弱点 韩丽自己也很清楚 他不是什么大无畏的硬汉 也并非大致若愚的智者 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和心机的烦人而已 若真看到了什么无法忍受的景象 一时冲动后 甚至同样会被蒙蔽住的 那么这样一来 可就要糟糕了 看来他这次要借助那婆罗珠的帮助 才可过关 想到这里 韩丽摸了摸手腕上的圆珠 心里略定一下之后 走进了大殿 黑 非常的黑 韩丽刚一走进大殿内 就有了这样一个极不舒服的感觉 不知此处 不知此处设了什么样的禁止 韩丽即使瞪大了双眼 能看到的地方也只有方圆三四丈的距离而已 神石也无法立体探索 但光是这样那也就算了 可是四周静悄悄的丝毫声响都没有 寂静的让人有些害怕 韩丽情不自禁的舔了舔嘴唇 一台手想要放出一颗火球出来 可是火光刚一亮起 不吃一声 火球就自行的熄灭了 韩丽一愣 有些不甘心的再伸手 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块月光石来 可是此时刚一拿出来 白光一闪之后 迅速暗淡了下来 变得毫无光彩 仿佛就成了那普通的石头一样 他这才明白啊 这个殿里边的禁止 竟具有吸收各种亮光的古怪功效 随即韩丽死了心 慢悠悠的向前方走去 可是还没有等他走上几步 一阵若有若无的哭泣嘘声 忽然在耳边响起 从远处断断续续的传来 听的声音呢 仿佛是一位年轻的女子 韩丽冷然一笑 没有理会此声音 仍然沿着固定的方向而走 可那哭泣声忽远忽近的 在他身边飘忽不定 哭得越发的是伤心悲痛 一副跟定了他的样子 呸 韩丽被此声闹得有些心烦意乱 不禁口中一声大喝出口 震得附近的地面都微微一颤 哭声顿时消失了 韩丽心里大为满意啊 脚步又加快了三分 想要快一些通过此殿 可是还没有等他走出树杖 这哭声竟然再次响起 并且随着此声出现在 韩丽生前不远处 浮现着一个白色人影 他放跪在地上 仿佛是一位披麻带笑的少妇 那悲悲怯怯的声音 就是从他的口中传出 令人奇怪的是 这个女人明明跪得挺远的 但是韩丽还是一眼就看出来 韩丽脸色一寒 冷冷的望了望着白衣少妇 脚步丝毫没有停的 直向前走去 他很清楚 在此环境下 越是胆小怯懦 越容易被店内的幻境所获 躲避退缩不是办法 还是不动声色的面对 是最佳的应对之策 想到这儿的时候 韩丽脸白衣少妇 只有七八丈远的距离了 他正想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吼着一声 将此女喝退之时 忽然间 觉得这女人的哭泣声 似乎有一些熟悉 仿佛 很久以前 在哪里听到过一样 是谁呢 是自己生命中 遇到的哪一个女人 此刻能让自己如此心动 是自己爱恋过的 还是曾经非常喜欢追求过自己的女人 还是自己在房间的女性亲属 韩丽的脑子 这个时候已经有些乱了 他知道 危险正一步一步的 靠近他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263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